歡迎回來第3節的動漫無雄 你說到最後的林美編 我覺得林美編是好看的 啊?我覺得林美編是最差的 沒了半 不是不是 應該說 你覺得哪個好看? 你覺得戰鬥好看? 我覺得林美編好看 林美的角色 夠衰 是林美好看的 不是林美好看 你對 是林美的角色好看 穿低林美 可惜最後他無端端變成了一個偽良 還是什麼角色? 什麼偽良 不是 如果你根據作者原本第一集說的設定 角色PVP 拿點數回來 現實中用回來 所以為什麼人們這麼沉迷玩這個Barsaline 但是林美完全做了一個角色 他打遊戲 拿點數 現實用回來 完全是一個很正常的玩家 不知道 是主角方式低能 就是一玩 嗯 這是屈技 外掛他們現實不會用的 既然他們不用點數的話 所以其實你說 開頭就是 其實這件事 你很理想一下 托姆的使用方式其實是正常的 不過他用消費比較大的意思 其實用回正常的比喻 你上班收好份量 當然拿去用了它 用了藥用品 生活桑面用很合理 你找份量回來 不是我不用的 我打工就是為了什麼 我要推我老闆上來 全世界第一 這樣不斷地打工 做什麼 這些像冰那些 不是他變成 他是冰的東西 不是他變成 他變成他的戰鬥意義沒有了 戰鬥意義沒有了 你戰鬥意義是 用來拿那些加速點數 你加速點數來做什麼 就是用來用了 但是現在很正義 說我不用 戰鬥意義就是 你這樣好像影響了現實世界 他那種東西就是 在加速世界拿的東西 只可以在加速世界用 但是如果設計者的心理是這樣 他就不會讓你在現實中用加速能力 他的意思是說 你們有需要的時候就用了 你們覺得要用的時候就用了 他的原意已經是這樣 但是你們那些人就過路解讀 他們就說這種行李不是正常的能力 那I'm sorry 最好笑 既然你們現實中不會用點數 就是不會收到點數 那你打遊戲幹嘛 你也不用打 你打遊戲要拿點數 你們不是用點數 打什麼機 他們就是那些點數越處越多 但是那些點數不知我們做什麼 升等級 就是我來升等級 他們覺得那個目標就是 遊戲設定了出來 就是要你們有一個人升到10級 這個是這個遊戲中的目標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點數是不應該花在遊戲以外的地方 其實最簡單是什麼呢 你打一份工 慢慢儲錢 你由普通理財戶口變成綜合理財戶口 綜合理財戶口再升等級 優越理財戶口 優越理財戶口再升等級 不知怎樣 你目標就是做到銀行面最高級的戶口 就是這樣 我明白了 黑雪姬故事這些錯誤的思想 你們打的點數是用來升級的 沒錯 升級的狗座讓我打死你們 那你就可以拿到10級 可能是一個計劃 有沒有那麼黑 光源氏 他叫黑雪姬的 黑也不奇怪 然後就說 最後的能力就是搶奪 搶了這個小卡卡對翼 其實這個能力應該是最屈肌的 如果他搶得多的話他應該會無敵 他之後也說過 他的容量有限度 容量應該可以增加 如果他升級的能力是怎樣搶奪能力 怎樣高一點 我想他的容量就會高一點 那麼他就可以用多一點不同的能力 其實他會是 因為老實說這遊戲說來講 我覺得他在設定裡面 而且你說小說裡面都說 你升級的 是不會加任何能力值的 其實是不會 即是你可能只是技能力 格數多了 可能會多新招 體力可能高一點 體力可能高一點 而基本上 最大的攻防技術 最主要是靠你個人的操控 所以搶奪能力其實是很強的 你有什麼我搶了你 即是如果你高手的話 可以打贏LV9 是啊 而他的潛能力就是搶奪 其實他真的是龍 狗庸動物混在一起 因為其實我很多人很討厭這個故事 我打遊戲一定要正面挑戰 我真的說搶奪 老實說他也是正面挑戰 不過我能力是搶奪而已 你又不妥 即是你說打Pokemon的八便怪學 不是啊 我討厭的反而不是這件事 我討厭這個故事反而是 豬哥變成太於父 是啊 我是討厭他的設定是亂來的 即是要作者說什麼 因為你說始終在加速世界的背景裏 他做到就是 他定義了一套主角方 這是他們正義的行動方針 嗯 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就是邪道 你就是邪惡 好霸道 即是自我中心的中意病 也有的 也有一點點 即是主角他們定義這個用法 跟第一集完全錯了 第一集黑手機說什麼 是這些點數拿來二十種用的 即黑手機是沒有反對這些東西的 但現在後面已經變成了 我們不可以用 我們死都不可以用 他自己也用了救兒子 他要找到一些很大義的理由 才可以用這些點數 即是拯救日本經濟 要救人 那個能力可以做到 就是救人 救女朋友 救自己 這些就沒有用 其他地方就沒有用 所以你說 我見到的 其實你說 故事裡面 即是你說 林美的 他的玩法 即是你說他的玩法 是結合現實中 連遊戲裡面兩種玩法 即是你開頭說 黃色之王那種就是 在叫做 正在那個虛擬世界裡面 撤局 他最後更進一步 他在現實世界上都撤局 是啊 哪裏痛就打哪裏 就是這樣 當然啦 你在現實上 你可以打到他 你沒理由不打 如果你真的要贏 或者有心贏 這些就是為 求勝利不擇手段 老實說 你錯了 這就是tactics 打機的東西 老實說 你打機的東西 都是為求勝利不擇手段 其實你都可以這樣說 難道你為求 獨孤求敗 這就關乎一個 起底組的問題 即是為何 剛才我們說過 為何黑雪姬這麼白癡 一開始就說 或者什麼 撐命區 做個什麼 黑色軍團 即是很明顯 阿南美開始出現了 應該紅王開始出現了 大家都知道你那個區讀書 你有多少歲 我們都知道 要你起底 很容易被人入侵你的現實生活 即是很明顯 容易被人入侵你的現實生活 即是 但是他完全沒有自覺 阿西亞仔還好 再接入了學校 即是大家 整班關聯最少的學校 人家要爆你 唸你爆一次死 他們的領土在哪區 跟他們住在哪裏 應該不是有直接關 因為本身阿慘 阿西亞仔 他們是在學校中 其實是的 他的設定裏 其實你說 他都做了很多 所謂的 在這個遊戲裏面 很多東西都實現了 首先是上下輩的關係 因為下輩要獲得這個遊戲程式 是上輩親自 現實中 跟他交面對面 給他這個程式 換言之就是 你們兩個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 而好像說 因為這個世界 任何東西都是連線 你一連線去到那個區 如果你不是那個軍團的人 你在那個區 我見到你 當然是單獨 為他 當然是 而這件事顯身就是 同一區 同一區住的成員 都會在那個區 或是埋對 這個是 形成在遊戲裏面的風氣 我覺得這件事是合理的 因為 很正常的遊戲生態 最重要的是 這是網上遊戲 大家不一定要同一家學校 即是我不一定要同一家學校 我隔壁家 隔壁家都可以 總之 大家都在那個區 可能是同一區 一個軍團 大家都會在那個區 這件事 我覺得 在那個 戰術 或者戰力 是成立的 打領土戰 難道跟你走十萬八千里 過來 跟你打完 又走十萬八千里 過去嗎 你真是玩耗 我覺得 這個心態是合理的 所以才會衍生 潛入 潛入的人 可能都很危險 但這些 是 運用策略 因為這遊戲 根本上 它不是單單是網路遊戲 那麼簡單 是結合現實 都會產生影響 所以 所以才會這樣做 最後這樣做 沒錯 是可能手段 有少少卑鄙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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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 他跟主角打 他就卑鄙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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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明顯了吧 dro 就是在時間回所能力 首先就是定下這個界線 因為春雪被人已經搶了一對翼 他已經沒有了一對翼 他已經被人拔走了 他搶的那一刻又是很膠的 搶的那段 搶的那段很合理 推到你了 有條件式 其實他也說 他這個能力也不是霸道 我講到他在現實的時候 回來了就沒有了他譯 但是小千要聽他說的時候 他沒有作出反抗 他已經知道自己能力訂立了一個計劃 他還不知道 根據劇情最大筆就是 他在之後才發現 打完後才知道自己能力是梅索 再有人去說 一開始你說他被人威脅 他被NTR 他被人威脅 有什麼拍照之類的 這段我覺得真的 不好看 這段應該說不好看的原因 在於就是 手段太卑鄙 不好黃道 受害者太順悍了 這個 最重要是整件事是很不合理 之後他們說到很有問題 很有邏輸性 一或是他吸收之後 可以沒時間梅索 梅索 我說你低難的 你怎麼知道 他知道 小千他之前不知道自己能力是梅索 其次就算你真是梅索 你怎麼肯定知道 這個科目之後 真的可以梅索出來 完全是一個沒有保證的計劃 你可以加範圍 現在未必要對單 他那時候應該還沒想過這個計劃 你只可以當作 打遊戲的東西 能力一定有description 你給別人看 他定了這個計劃 可能不成功 但剛好就是成功了 你出去嗎 而且你叫做什麼 因為他也沒辦法 從一個搶了能力的人手段手上 用什麼手段可以拿回那個能力 他也未必能拿回 他也未必能拿回 你如果這樣的話 小千定立這個計劃 我覺得他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其實我又覺得 未去到什麼特別的問題 除非你剛才知道 小千知道自己是什麼能力 以及知道自己升到這個科目 就是有什麼能力 他事先知道 他定立到 如果不是他 我球技撞錯 可以做AOK 大家開心 那我準備被我罵你 你當他翻譯 我也是跟我剛才說的 缺點 他的劇情是他自己做出來 你不會有前因後果 說看到什麼 而令到覺得 這個有伏線 但其實交流世界 是做不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現實 好了 我們來講APX 首先有 藍色的古鐵 補出的白騎士 超級系的大劍斬藍刀 再加一個補作系的水月藍葉 OK 說完了 你講到什麼 那四個 OG ATX 剛剛有什麼事 剛剛有什麼事 你說 這裏又帶出了另一個 在臨尾篇 這裏 新年記 這個設定 這麼像SAO那個 你不要理會 我不理會 跟SAO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SAO 我們再講SAO 可能再談 但你說 心願記 其實他們 跟那個思維一樣 就是 遊戲有這個設定 但你說 這種是規格以外的能力 不應該做 其實他講的這件事 就是什麼 書打 這些真是很自私的 這班人 我根本是不想有 你們有這種能力 他們在說這件事 他不告訴你 這種能力不應該在這個存在 那你又用 然後他說 他定了一個規格 就是什麼 鴻王國的規格 第一 不可以隨便用心戀技 在人面前 只可以被心戀技 打的時候心戀技 才可以反擊 危急時候才可以用 危急時候才可以用 那你隨便也可以用 我現在很危急 我剩下10點 我要用 你見青蛇 要被人打 為什麼 他們很危急 他真的 外掛不可以隨便用 除非同房人家都外掛 那你全都打 已經到了最危急時候 每個星期六點都長 其實你說這套 就是無聊的規矩 它不夠SEO所有的 SEO 打就打 我是這樣 我是用 你怎樣 你吹 主角手段就說 你用不要緊 我比你更加鬱 我用的能力 是比你更加鬱 我放一隻 導航精靈在幫忙 你出去 我看得完你的資料 你有你用外掛 我有 我有 我有GM 沒有所謂 他不會質疑 可能是說 他覺得你不對 但他不會說 因為你得完 差不多 正常 SEO那邊的畫家年齡層次高 年齡層次低 你說這套 其實我覺得 可圈可點 大家會覺得 角色的性格 跟他的人 好像很不配 其實 這套 我覺得 我會為這套 辯護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 故事裏面 都說過 其實他們的精神年齡 已經不是他們的身體年齡 那麼簡單 他們可能在 無限制限 已經導入了四、五年 甚至十年 出來的人 思想成熟了 不是他有說過 這件事 動畫上也有說過 我會覺得 不是不配 其實是這個故事的設定 裡面 一個理所當然的發展 不是 我被針對他們 不是說過幾千年的時候 是他們 拿Game之前那一刻 他們拿Game之前那一刻 他們會演出角色 然後拿他們所謂的 心知相去做的能力 但問題來了 他們拿角色的時候 小學雞來了 紅黃的小孩子 那麼大大歲 他們所謂的心知相 然後說成績不合格 給媽媽 我不開心 你會有什麼心知相 可以給他做個角色 我不記得 因為我不是很記得 動畫 我沒有說 但他設定是說 要出生 就已經有精神 連綫 裝置在他腦 其實 故事裡面 他是大的 通常 不會裝備這種裝置的小孩子 都是因為父母 沒有時間照顧他們 簡單來說 他們很容易缺乏親情 因而這群人會比較容易產生心思想 而他講過一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他辯論的 他講的就是 你就算有心思想 你都未必一定可以裝成功 就是看看你那個人的數字 可能是開始你這樣講的 就是我就算裝成你的心思想 我父母很喜歡我有很多錢收 我有很多女兒 我沒有心思想 我沒有煩惱的 那你裝給我 我就裝不到 可能裝到煩惱的錢怎麼用 那個不是英雄王嗎 不是說他是無懈 這個遊戲其實就是 將一堆受到生命創傷的人 聚集在一起 他要在這裡弄一個level 10出來 是想最自敗的 而你說這裡就是 決定接受治療的程度 用藥的份量 心念記那位 然後就帶出黑暗星雲的副首領 Sky Rekker 是的 即是阿豐子 就是教他怎樣用心念技 師傅 師傅怎樣教他用心念技 沒有了 沒有了 還有將他的疾風推進器 借給昌雪 讓他去做復仇 用裝備 其實那幾個 夏觀賢林美篇 後半段那幾場戰鬥是精彩的 做得精彩的 不要理前問後理 打得精彩的 只是以戰鬥畫面來計 沒錯 而你說接著的 就算無論去到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其實托姆在這套 應該說 在家族世界這個故事裡面 無論你說 就算我不記得 在這個故事 托姆是一個被打臉的角色 他無論學到什麼特殊能力也好 他變強了之後也好 他都會照被人打臉 誰叫他主角嗎 Exactly 不是他做坦的 所以你說 無論他之後 他學了心念的 蒼刃劍 也好 其他東西 其實你見到 其實他會贏 但是故事強行做到他會輸 然後無緣無故說 有人自在手 然後我心想 我 說你個屁 你 你 說你 你 你明明你自己打電話機 刺他一刀 他痛 不會死的 但是 你現在要解決他的問題 就是 他殺了他 你就把他斬一千刀 你可能不立刻殺死他 逐片逐片割他的肉出來 你也可以享受一下 因為簽沒有簽那條藥 死了都可以翻散 後面那條會 你一刀捅他就搞定了 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做不到 高潮的原因就是 這些人真的不會死的 你不是SAO 你真的 一次Game Over 你就會死 你死了 你是有個牌 倒數完蛋就會翻散 算了 所以他沒有任何紅色 沒有3倍速 他做到的情況就是 好像一打了就會死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Game 中了是不會死人的 即是他玩得太過投入 忘記了這些東西 所以要看醫生 然後這樣就被人削成人棍 哈哈哈哈 那沒辦法 他都是用劍 都是一顆東西來 我看了一個例子就是 突然之間 那個人不夠打 接著 他抓住個抱枕的話 你不要 你不要亂來 我弄壞你的抱枕 你真是小聲幫我抱枕 然後 有出抱枕 你買過 你買過就是了 你拿著他抱枕之後 他就跪在那裡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對我女朋友 做什麼 你不要對我抱枕做了什麼 救命 大佬 我看完之後 吐 我看到那段時間 是吐血的 就是這樣 然後他教 他教阿春樹 春樹 要去 到他打二回子 千萬不要搶抱枕回來 千萬不要被人用人質威脅 即使威脅 你都照對 接著二回子 其實你看到他 一個 沒有裝飾 其實他真的毫無美感 就是已經 小花溝本身已經是 整個人已經是 很流鑼 剛剛反了他 想遷體慾望 心意上 包包合來 自從他沒有埋液之後 身體又輕了 總理又減了 追及都沒有了 你看我幾秒點 搞笑 一百分 用一個學術的角度來說 肥大有五個Stage 最後那個Stage 就叫背頸後有肉 他沒有了對翼 背脊是不是很輕盈呢 現在 其實都算了 你如果這件事 你最初就是 不可以讓黑雪姬知道 我們要靠我們自己努力 接著 你那塊黑雪姬 你無緣無故在沖繩 沖繩 殺他 然後我問 一開始找他 就什麼事都沒有 你搞這麼多集 然後 不要說小說定動 你搞這麼多集 你最後不是靠女人 不是 開頭坐禍怎麼辦 就算了 波士飯店之前 我們再蓋一條數 他 然後就幫他回來 搞定這條數 就是 錯了 靠波士才搞定這條數 靠女人的人是可以入政府的 很重要的 現在要蓋一條數 現在要蓋一條數 要蓋一條數 現在要蓋一條數 在偷師還沒回來 我們有做過事 我就說 把儲物給他一個 那些 他也有做過的 他也有做過的 不是蓋一條數 他可以自己解決 自己解決這件事 不用讓波士知道 那就是可以有能力 而最主要你說 其實你說 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太多規格外的 本身是太多規格外的能力 無論你說林美篇裡面 就是林美本身 就是老內直入晶片 可以用另類的backdoor的方法 去登入這個加速世界裡面 而令到search不到 而他可以作出這個特集 加得太多 其實我可以說 在動畫版這個故事 無論去到小說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詬病 就是 我真的心想說 是不是穿完後 真的想不到 因為老實說 你定了一個劇 為何會用一個遊戲的設定 去定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你有些污 想用那些污去發展 但偏身 加速世界裡面 是沒有錯 第一集可能用污 但第二集開始 他就不停用污以外的東西 去添加在他的污裡面 創造危機 而那個污 變成了可有可無 甚至上是用不到 已經不適用 他一定要加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之前本來的遊戲是一對一 然後又不知衍生的二對二 打接換獸可以有點數 全部都是加進去的 他之前一直都沒有提過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人們不喜歡 我覺得 肥不肥仔的人 我覺得最主要是 本身阿春雪的成長 就是經過一次事件 我成長了 然後下次見 原來我也是一個哨子 他成長的就是一個level 他才沒有成長過 你看到大家在進去的中立地帶 說會提升智力 但你見春雪沒有 不是他見過一次解決完事件 好像沒有成長 下次遇到一件事件 又是這樣 中立地帶進去幾個禮拜 幾個月 故事是很努力想營造的 就是這個人將會成為 加速世界最強的人 但是 最強的人就是 他會成為現實世界最矮的人 但是你看到故事裡面 他的成長 是 他每次都是被人打擊 然後說獲得一些能力 然後 自己的能力 又好像不太用得上 又再被人打擊 又再修煉 又再被人打擊 你建立不得出來 因為 好像就是這個世界裡面 很多東西是可以打擊的 所謂這個世界 這個加速世界裡面 將會成軍林 這個加速世界最強的人 食軟化 都是不外如是 你表現不到那個角色的魅力 你會不停印象 這個一個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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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集 必殺技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肥仔 這個一個肥仔 這個肥豬 他的必殺技 跌回到天上 變成一個真人 然後養成一個不穿衣 這個肥仔的肥仔 就跌回到你 人家是GUNDAM玩拿票 他也玩拿票 不是這樣玩的 是不是 我最討厭的就是 人家的玩遊戲 是說外號 什麼燒黑卡 但是他一個是說真名的 阿龐 小千 黑雪姬 大哥 我要起底有多難 你都被都掛出來了 真是 該死的 我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營造角色 那方面 其實 你說敵逆的 我覺得反而可以敵逆的 龍美營造得OK 老實說 很恨人生 奸 奸當然是奸 難道還要跟你說仁義道德 那那個就不是奸 那個 那個叫中國文化 其實托姆的形象都做得OK 所以我經常都說 托姆才是這套東西的真正男主角 不是 其實他最型的做得不好 就是主角身上 反而問題變得擴大了 因為很多視點都是在主角出發 而你說 去到女主角 黑雪姬 其實他出現了一個問題 一個斷層問題 就是 懶肥嗎 他一開始已經設定了一個 很厲害 他不可以隨便出手 而你不可以隨便出手的代價 就是 他不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描述 因為只要他一出手 就好像什麼 文藍明時機 就解決了 要不要打贏 不用打 而令到就是 那個角色 那個 可以表現的時間不多 當然你說 去到小雪後期的 事件擴大了越來越不適 但是 矮化了這件事 就是說 春雪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 他的能力 就是不停被人打亂 就是經常說 你就是這個事件的 最大的關鍵 但是 真的 硬來得不痕 很無謂 每次都要強調 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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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廢材 實際上就是說 往好的角度方面 他到現在都還沒放棄 有壞力 有壞力 只可以說 沒有用 他不是說他吃完飯了 補充一些題外話 說說他是肥仔 因為這個同仁界是非常令人反感 有些人是誓死都不會看一些 是有他本尊出現的本 因為那個肥仔太過令人反感 這件事老實說 我 我真的不是很計算他肥 其實不可以說 就是一個肥仔 我覺得 最重要是他做得吸不吸入 你就算 阿阿阿 山姬阿阿 Daru Daru 他夠肥了 但是 人家有贏 我們有很多粉絲 人家有霸氣 不是他的性格 做得出來 Daru 他的臉 可以跟那個肩膀差不多 同樣的闊度 因為他的頭髮 這個 是一個頭本身已經是這樣的比例 是不同的 你覺得是 你可不可以說他不肥嗎 他不是不肥 他不是不肥 就算是 Daru的性格 其實你也說是一個傻的性格 但是 他做出來 他不會令你覺得討厭 雖然你說 你可以這樣贏 他不是主角 他只是配角 他描寫不多 他又能贏掉 就是這樣說 其實 春樹他肥不肥 其實是不重要的 你試想像是有一個減肥的話 真的很恐怖 炒肥 就是他是個身形的問題 不是啦 是頭身比例 說起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OP1的時候 很多沒有看過動畫的人 一看那段OP 一開始見到 沒有看過動畫看過OB 一開始看OB 你見到畫面是春樹 給很多後面的面具的人 然後在那裡嘲笑 然後一個畫面就撤去托墓 然後人們就說 是不是他減肥了 很多人有這樣的誤會 直至去到第四個畫面 就破面了一陣 因為他們三個人站在那裡 高特納於大地之上 小千、託母和春樹 在那裡說原來不是減肥 即是你以為那部跟聽 原來遲到會變成高特納 但好像說 好像一看過故事 可能他們看過小丁 就說 是不是一個原本被欺負的人 經過努力之後成長 然後成為一個很優秀的男人 在那裡說 SORRY 不是 優秀的 OP2兩個男人 在那裡拿飄 哪一段 就是 LINK那一段 不是 總之他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段他跟昌雪 他就按了他在床上 然後脫衫那段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明白 即是他有男朋友的 我完全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那一段是因為 有田是任何時間都在避開他 是我也避開 沒有的 那不是 即是你說 故事 角色塑造 其實你說 我不會說動畫版錯 因為動畫版本終於原著 其實他做得很好 我還會告訴你 很好的 動畫版 我完全贊賞動畫版人的誠意 但這個是原作的問題 嗯 原作的問題已經是這樣 原作你會看得更加立刻 可能會 因為原作的 都是 挫折 成長 有沒有成長 有沒有成長 那我成長的Level 不是 其實很簡單的例子就是 遇到那個5Level 他1Level 錯節 成長成為5Level 下次他遇到那個10Level 再錯節 我成為10Level 再錯節 我再遇到15Level 我再成長 沒有15Level 那不是10Level 就是他這樣說而已 就是那個難度 你可以期待他 當他成為10Level 他就不會再遇到那個5次錯節 然後就變成了 你忍受到 其實在這個故事裏面 就是 阿春雪 其實他們很多時都翻譯 有一個人說 其實 我又不知道托武 我又不知道 他明明有些人說 我信任你 但接著說 糟了 我又不知道他怎麼想 你知道這條彈散的 之前出賣過我 我 他的對白 這傢伙出賣過我 怎知後來 我又捅了一刀 都是信不過 都是想想先 這個就是人性 就是這樣 這些真是救命 這些真是 這些叫義事創傷 其實我覺得 整套東西 其實兩點不是沒有 無論戰鬥那些東西 其實他的評價 我都會給中上以上 其實他會有 但你說 劇情 你會不會說你不喜歡 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他設定角色 其實你可以說 那個定位都很特殊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你說 你真的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要不要浪費時一個TVB版 TVB版 我們已經說了 不知道為什麼TVB 會不會突然之間 我覺得其實 其實應該會不會是卡座 賣了 賣了在做 《波第五》還是《落酒》 好像是 我們錄音的時候 是的 然後這個怎麼說 據說是CUT了很多部份 例如呢 好像說 《紅黃登場》那一集 他是被人 《洗澡》那一集 那些一定是CUT了 TB一定CUT了 那沒辦法 這些赤刀問題 網上有列表說過 最大爭議的人 是說 《紅黃》被人斬頭 沒有被人CUT了 《初代紅黃》 你要說 《初代紅黃》被人斬頭 那麼 這麼大血聲 但問題來了 他擺什麼時段 不知道 我網上看 好像說有兩個版本 一個PG 一個不是PG 我不管 有一個M的 我覺得他CUT的也很正常 那些 如果斬頭網上要CUT 之後被人斬頭斬腳 獵旗 麻美的那些 這樣就不可以做 那整集都不用做 不是就這樣說 斬頭和斬手 我覺得也不合了 那一集可以做三分鐘而已 很簡單而已 只是說XB版 他要做出來 因為原來 因為原來 那幾段畫面已經沒有了 你有沒有看過School Day的 就是做到那一集黑幕 有聲音 然後 做一下 然後睡著 不用了,打白光就行了 真的是春田花輝的女士院 有一場他們對峙,然後他輸了 其實有些CUT在網上很過份 以前可能會把節奏放慢 一格給兩格,BGM會改了 但這次CUT完畫面是否CUTBGM BGM跳了,唱樓盤跳了這一段 畫面會跳到怪 BGM和他的人生不太合 因為以前沒那麼誇張 如果是這樣CUTBGM會有問題 人的聲音好像浮到不太實 不知道是甚麼事 最後一項,這套就算你說任何東西都沒事 但他OBE是好聽的 畫面水準也好 畫面水準和首歌都是好聽的 首歌,歌手是這個 第一次是Made In,然後是Made In 這兩個歌手都不差 其實是歌手的問題 對,歌手的問題 你說兩者都是大 最起碼很見得出 在這套作品裡 成本是扔了很多 當然很多人說 你扔成本,你扔去SAO 你都不能扔去加速世界 我不想看精美的肥仔 我想看精美的同仁,行不行 而SAO也不是很差 這件事我們留下它之後 你說可以加速世界和SAO的比較 因為這一集最主要是說 加速世界 加速世界是甚麼 之後SAO裡面 再兩套東西會做一些比較 我們到時再說 請期待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